有谁能想到,这只海龟的脖子竟然被渔网紧紧缠绕了好几圈,要是没有镜头的拉近,没人会发现它的脖子居然被勒得这么紧。 这是一只很有灵性的海龟,它主动靠近人类,似乎恳求着人类帮帮自己。 此时,海龟显得异常难受,可能是感觉到了人类正在救助自己,它的眼泪默默流了下来。 救助人员给海龟翻了一个身,用小刀轻轻地将渔网划开,解开渔网的那一刻,海龟的呼吸很明显畅通了许多。 虽然渔网解开了,但它的情况却是不容乐观,它的伤口发炎很严重,要是不及时处理,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 救助人员小心翼翼地将药水涂抹在海龟的伤口上,将下面的伤口处理好后,他们给海龟翻了一个身,没想到,上面的伤口更加严重,整个脖梗都被勒得血肉模糊,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坏死了。 救助人员赶紧将药水涂抹在海龟的伤口处,进行消毒杀菌,或许是感受到了救助人员的善意。 海龟安静地配合着他们,触目惊心的伤口让人看得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。 没人知道海龟在这段时间里究竟遭受到了怎样的痛苦。 所幸,海龟最后被救助人员医治好,他也重新回到了海洋。 一直以来,我们都在呼吁人与动物和谐相处,但很多时候,我们的一些无异行为往往会给动物带来灭底之灾。 据调查统计,每年都会有数以万计的海洋生物因为人类的垃圾而死亡。 没人知道,在海洋深处,到底有多少生物的遭遇和视频中的海龟一样饱受垃圾的困扰。 生命从海洋开始,愿你我都能善待海洋。